四年风太已经过去 但是这几天在生意山区的保佑是六大户 在水里乡上岸村 以及生意乡民地村交界的保家林家 在年萨几天大户的冲刷一项 无法投资流 大佛的投资 营兼三十个地区的任务道路 一度造成其中 将近百位的疾民受困的危机 保佑林家无法投资流 其中的泥水投资 穿到一公里外的新铁垫 大水不断刷牢 竟是将提供道路变作合途 来到保佑林家的现状 都带到道路 竟是几匹比大量投资很大 那因为目前 土石流一直不断的蔓延下来 然后没办法去做一个轻运的动作 那里面有三十七户的住户 及将近一百五十位的居民 无法进行通行 那造成我们在生计 甚至是在我们的民生上 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我们的出入路 它来就只有这条而已 现在有失流下去 要处理也不处处 要处理也不处处 要处处也不处处 他的背景也有很厉害 还不是回来 analysts sucking the brakes 在很上岩曲 和信仰面赞9间 bab card 都没有答应 因社会几近大后的上述 tir on the world 没泄过脱线 因正在大部分建计特地 都在其他 biomien 在他 해야中国 以 Estadosем 他们也希望 相反团委 和近来注作组合交通 要炒到四點的時候 路這裡還要讓土石流蓋住 所以農總還沒出離了 可能200多的人在我們中信社區這個地方走不去 那目前整個土石的部分都已經蔓延下來 後方有一棟住戶 其實土石流已經跟我們的住戶一樣高了 那也希望所有的有關單位能夠盡速來協助搶救 然後讓我們的居民順利脫困 因為道路中等 和中信社區基民受困並有等任何危機 因此民眾無欺用走的方式來運送物資和藥品 並拜託公訴頂上官單位能夠協助來修圖道路 記者檢訪山蔡宏佛都